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过去有一个网红 这个网红呢 其实我不晓得怎么说啦 因为有时候我会听到小朋友说 他立志想当网红 我都会很想要劝他说 网红其实很辛苦 而且要一直保持相当大的 比如说像YouTube上面的 你说要成为所谓的YouTuber 就是网路上拍摄影片 然后借此来赚钱的人 其实真的很难 而且很辛苦 那要维持这个热潮 也其实相当不容易 那过去有很多的例子都是这样 那有一位网红叫做 外号叫做小玉 玉佩的玉 小玉呢 他经营了一个网站 有个群组 那这个群组呢 基本上他 因为现在有很多新科技 我们常讲眼见为凭 现在大概不是了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软体 这个软体呢 它是可以把人啊 就以前我们讲讯息 对不对 讯息也可以改 所以我们以后看到 那种什么讯息 我们在法院里面啊 讯息当证据 如果对方否认 我们甚至要请求勘验 原来的原件 你没有原件 不容易成立哦 所以像提醒一下各位 比方说当我们要留下line 或者留下whatsapp等等 这种工具 来当做所谓的证据的时候 请注意尽量不要用截图 为什么 因为截图都可以 都可以就是变造 现在已经可以变造了 那会通常会怎么做 用刷的 直接录影 比如说你在刷这个 手机的荧幕的时候 一边录影 把这个刷的记录下来 那或许未来 在处理这件事情上面 证据能力会比较足够 否则很多会挑战说 这个不是我发的 我不知道是谁伪造的 这个截图 跟我无关 好 那另外一种情形呢 则是我们常听到的 就是 最近常常听到 以前我也不知道 最近常听到的新技术 这个新技术 是把整个脸都变换了 那这个变脸技术 主要是在照片跟影像上 都可以呈现所谓的 高度的变造跟伪造功能 那这位小玉呢 他就把这样的科技呢 换成所谓的 色情片里面的人头 比如说 你想要换谁 要满足你的性幻想 我们就把这个人头呢 换成你想要换的这个人 那据说 受害人数高达上百人 那他把它换成 这个色情片里面的主角 换成你想要 比如说你想要看谁 就把这个影片放上去 放上去之后呢 接着 我们就把影片寄给 寄给这位想要看的人 然后跟他收取一定的报酬 这样子 那这样的东西呢 事实上在过去 很难很难去处理 原因是什么 因为法律 其实 应该这么说 在这个新科技在发明之前 我们对于这种所谓的性暴力 常常都陷入一种很无力的状态 什么意思 各位想 其实这部分 大部分受害的都是女生比较多 就比方说 两个人在谈恋爱的时候 男生会要求说 我要拍摄一些亲密影片 当做以后的留恋 或是呢 如果我们不在 不在一起的时候 当然不是讲分手 是说我们两个分开的时候 当我想你的时候可以看 那这件事就很有趣啦 女生呢 可能会同意 偷拍的就不用讲 偷拍那更恶劣了 有的女生是同意的 那 这个时候呢 男生手边就会有这个影片 等到分手的时候 会拿来勒索 就说 你不能离开我 不然我要散步 那这个当然是恐吓罪啦 甚至有的也不讲 因为女的就已经跟他分手了 甚至令结情欢 男生就直接把这影片 放到色情论坛上去 好 那大部分 男生的脸 会刻意隐藏 因为是男生拍嘛 男生拍的时候 他知道角度怎么瞧嘛 那 男生的脸 会刻意隐藏 只留女生 那这时候呢 就对于 呃 这位被拍摄的被害人来说 造成相当大的伤害 因为 因为就是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嘛 看得到他裸体 看得到他的性爱画面等等 那现在的情况呢 就是说 以过去 以这样的情况 我们称之为 他有散步 猥亵物品 偷拍的话 外加一条 妨害秘密罪 好 那各位可能想说 对啊 犯法啊 犯法 跟各位报告一下 这种犯法 通常在实物上 最常见的判决都是 得一颗罚金 得一颗罚金哦 所以什么意思呢 以我 呃 过去曾经处理过的案件来讲 这类型的案件 因为他是 最高行度 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那这最高行度 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情况之下呢 法官在下手的时候 往往不会下太重 好 如果对方认罪 那原则上 即便赔不出来钱 法官也会审酌 这个刑度原本就不高 所以在 一颗罚金的可能性来说 相当高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有没有办法让影片下架 这个影片 很多时候 他都是存在 国外网站的网域上 所以如果要让这个影片下架 事实上我们国内的司法单位做不到 因为在国外 管不到嘛 司法管辖权没有到那里 那么 这是第二个问题 换句话说 影片一直留着了 好 那第三个问题呢 赔钱 赔多少 民事案件里面 很多时候赔的金额 大概就是20万 30万 50万 不等 可这个金额的精神卫辅金 对于受害人来讲 能不能抚慰受害人的心灵 原则上当然很困难啊 为什么 各位想想看 今天一个女孩子 她的裸体 她的性爱画面 被放在网路上 到处散布 第一个 加害人竟然只能 就是不用关 对于满足那种 被害人 她的一种 希望对方得到一些惩罚的心态 没有办法满足 那对于加害人来说 到不了一颗罚金 也不会怎样 好 赔钱 你说今天赔个三五十万 对于这个女生来说 她能不能够满意跟接受 好像有点难度 各位试想一下嘛 自己的性爱影片 被散布在各种论坛上 那种感觉不会太好 是不是三五十万能解决的 恐怕也有疑问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这是我们过去 让我们很无奈的地方 就是身为一个律师 你在处理这件事情上面的方法 其实不多 甚至对方一推二五八说 这影片不是我散布的 那问他说 为什么会有 我也不知道 就是有了 那这个时候要怎么证明 怎么查扣 有没有搜索票 检察官会不会发 在这种案件行度 极低的情况之下 都不容易 所以 简单来说 过去我们已经够无奈了 好 那以今天这个案例来讲 那就更有趣了 今天这个案例 有没有妨碍秘密 各位没有 为什么 因为 就不是他的色情片嘛 我们只是把色情片里面的女主角 换成这个女生的照片而已 事实上这个女生根本没有拍色情片 所以你有没有所谓的妨碍秘密 看不到 好 那 有没有散布猥亵物品罪 那要看情况 如果是一对一 还没有 什么意思 如果我今天有这个技术 我自己收藏 我把自己的色情 色情影片 我自己用这个技术 改成我自己欣赏 自己收藏 根本没有散布啊 所以 散布要符合什么 有十个 三个人 五个人 跟我订购这个影片 我把这个 他们想要的人头放上去 传送给他们 才有所谓 散布猥亵物品罪哦 如果是一对一 有没有散布 都还不好说 好 那接下来呢 有没有所谓的 公然侮辱 或加重诽谤 这种所谓的 妨害民欲罪 如果是一对一 有没有这样的情形 也很难说 所以 在这样的一个 问题之下 就变成 未来啊 这位小玉 即便面临 这么多人求偿 那 这么多人求偿的情况之下 在法律的这个漏洞上 要怎么去补充 这会是一个 很麻烦的问题 在新科技 不断的推广 像这种 所谓的换脸 APP都出现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 能够预防 这种所谓的 性贫犯罪的问题 我们用另外一个话 讲叫 数位性暴力 这个其实非常 希望有立法委员们 能够好好的来修法 好 所以 立委确实有提出 一些改变的方案 这改变的方案 就是 加重刑期 那这种加重刑期 就是 至少 让加害人 或被害人 可以稍微害怕一点 坦白说啦 稍微害怕一点 这种事情 我觉得可能有影响 可是诚如我 过去曾经讲过的 加重刑度 是不是一个 唯一的方法 不见得 是个有效的方法吗 对于某些人 或许是 什么意思呢 如果他在做 这件事情之前 有衡量过说 如果我做了这个事 我可能会被判 一年以上有期徒刑 不能一颗罚金 除非得到被害人原谅 否则我不能 做这个事情 或许还好 可是我跟各位报告 大部分的犯罪行为 他不见得是预谋刑 他可能是冲动刑 预谋刑的人 他也不见得会让自己 陷入这个 法律漩涡当中 他可能找人头 或者找其他人帮忙 那 冲动刑的更不用讲 他连刑度都不会考虑 什么叫 连刑度都不会考虑 他冲动犯案嘛 他可能六法全书 根本也没看过 他也没看过刑法 没看过 这个所谓的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都没看过 那他今天做这个事情 后来才发现 要判一年 判两年 他或许会有点害怕 可是在他做的事情 这个时候 他没想那么多 怎么想那么多 这当然要靠法治教育 去补足 可是你另外 往一个方向去想 现在真正需要的 不是只有修这个 刑法跟性侵害防治法 其实就 刑事诉讼法 或者程序上的 所谓的收证跟举证 这件事情 更需要立法委员去注意 因为就这一些事情来讲 很多时候困难点在于 怎么样能够证明这个影片 能够保证销毁 或这个影片 能够在第一时间内 比方说 当我发现我的男友 我的先生 有收集我的这方面影片 我怎么叫他销毁 这个事情恐怕 才是技术上 我觉得需要去克服的 那这个 这个未来 可能在所谓的 搜索扣押上 要有 实务上 要有更明确的 相关内部规范 让检察官或法院 可以去依循 否则的话 在这个地方 受害人 往往在受害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 第一时间取到影片 甚至散布 甚至上架的时候 对于被害人来说 都是相当大的伤害 不过 就像我刚刚讲的 有改总比没改好 因为 现在的行度 坦白讲 以这一件事情来说 行度太低 那对于很多 要借机牟利的人来讲 这样的行度 根本没有办法 让他觉得说 我觉得很担心 或者 我觉得不要做比较好 那这个部分 也同时会让被害人 未来在跟 加害人 谈判损害赔偿的时候 有相当大的 这个不利的地方 什么意思 行度高一点 但是有缓刑的机会 可能被害人 可以跟加害人说 你赔偿我多一点 想办法把我下架 我就同意原谅 你不用关 可是 现在的情况是什么 加害人根本就不怕 他说没关系 我一颗罚金就好了 那我为什么要跟你和解 我不一定会被关 如果能够定一个 相当的行度 让对方可以担心的话 或许未来这是一个 可以考量的方向 也就是说 让被害人多一点筹码 可以跟加害人来做 所谓的影片的销毁 还有赔偿金额上面的一些协商 这是目前来说 我觉得可以去调整的方向 那当然具体的这些 所谓法律上的 技术上层次的东西 还需要我们多加努力 但新类型的犯罪层出不穷 这确实是我们应该要尽力去检讨 立法方向的 好 那这个是一个社会议题 我们先讨论到这里 待会我会跟各位谈一下 我们中老年人 就是我们这些熟年的人 比较关心的一个议题 这个议题就是 在最近也常出现的 就是所谓的 买房子的借名登记 我跟各位说明一下 借名登记有哪些问题 广告后来我们继续聊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吕秋远时间 我是吕秋远 那么我们刚刚聊了一个社会新闻 我们现在要来谈的是 跟我们日常生活更接近 特别是 刚刚我们 这个 怡群就在问我说 他说 为什么我对于 中老年人 这四个字很难启词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啊 称呼自己是中老年人 怪怪的 所以呢 我就说我自己是熟年 熟年 中年 开始了 对于我们中年人或许还好 为什么 因为其实当我们 中年人要买房子 只要有工作还买得到 贷款人家会借你 可是呢 很多时候是有钱也 做不到的事 比方说我们老了以后 要租房子 很多人不喜欢租给我们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我们年纪大了嘛 搞不好发生什么意外在里面 那我房子不就完蛋了 是不是 或者是呢 他担心我们老年人 我们没有钱 我们没有钱付房租 乃至于甚至说 我今天即便要把我现在的房子拿去借钱 银行都不一定会借给我们 因为他怀疑我们的藏债能力 没有收入嘛 那么 如果我们没有收入 未来 我们今天要 这个付贷款 那付不起的时候 银行总不能把房子卖掉 一手烂头寸怎么做 对不对 所以 对银行来说 其实他们对中老年人 尤其是没有收入的老年人 是蛮苛刻的 好 那在这个 有一位 超过60岁 我觉得60岁还好 60岁 还算蛮年轻的吧 但在银行的评价 好像不是这样 就有一个60多岁的先生 他想要买一个房子 当包租工来投资 那就看了一间房子 他觉得不错了 所以 他就想说 因为他已经接近了 银行贷款年龄的限制 他就用他大儿子跟大媳妇的 名义办理登记 也就是说 这个房子就登记 他儿子媳妇名下 那于是乎呢 就自己转了190万 到大儿子的户头 那么剩下的款项 也陆续由家人的名义 转过去 那就是贷款嘛 那最后面 你交屋了都OK了 三年以后 那当然就出租嘛 三年以后 那这位先生呢 他就有意要把泰伍房卖掉 这时候媳妇告诉他 除非 公公啊 你同意把这个房子 卖掉的钱 分一半给我 否则我不要提供硬件证明 办理过户 各位 这件事情你看看 有多残忍 是不是 其实 这件事一个 在房市热络的时候 我们讲 建民灯就会发生的事情 可是 在过去 尤其是在 民国 七八十年 这个时候 房市开始涨 但还没很夸张 很多台北人 就习惯说 我买房子 登记在自己的 儿子女儿名下 那登记在自己的 儿子女儿名下 等到他大了以后 我们想把它卖掉 这时候我们的 儿子女儿就告诉我们说 我不卖 为什么 爸爸这里送我的 一样的道理 就是 当我们决定要把房子 登记在自己的 亲属名下的时候 往往 到后面延伸的问题就是 对方翻脸不认人 觉得说 这个房子就是 就是我的 为什么我要给你 让他忘记了 这个房子 自己根本没出过钱 那面临这种情况呢 我们在法律上 其实 民法没有专章来 讲这件事情 大致上都是 透过实物见解出现 因为我们一开始认为 这是一种托法行为 为什么 不动产以登记为要件 理论上 登记谁 不动产的持有 就是谁 那跟动产不一样 动产的意思 动产是什么 就是不动产以外 就要动产了 我们现在上一个 法学小常识 这台车登记在 某人的名下 代不代表 这台车就是某人的 不代表 为什么 我们动产的推定 车子是动产吗 动产的 所有权能的推定 是以持有为要件 那 各位可能会问说 那 这个交通管理机关 登记的 这是什么 这叫做 为行政管理 必要之登记 它这个 跟所有权无关 所以所有权 即便登记 A 如果这个车子 是在B手上 我们还是认定 这台车是B的 而不会是A的 所以说呢 不动产不一样 不动产跟动产 差异就是 不动产的 持真正的 就是所谓的 所有权能 我们会认为是 登记名义人 就是所有权能 那当然你说 不对啊 这个名字 我借他的名字登记了 好 那你这要借名登记嘛 那我们是推定 他是所有权能 你就要反证 他不是所有权能 这时候就要变成 举证责任在谁 举证责任 就在那个把名字 借出去的人嘛 不是 借 应该说 跟别人借名字的人嘛 所以这件事情 其实在过去很普遍 但我们民法 不太想承认这件事 因为我们鼓励合法 不鼓励托法 托法不是违法 托法不是违法 托法就是 法律以外的 叫托法 好 那现在这样的情况 是什么 这样的情况 就是我们 类推适用 委任关系 所谓类推适用 委任关系就是 我是A 我委任B 帮我做一件事 就像律师跟顾客 之间的关系 好 所以借名登记 如果对方把东西卖掉 他到底有没有 背信罪的问题 原来上是没有的 那这个东西呢 就是我们提到的说 所谓的 类推适用 委任关系 他跟雇佣关系 都不一样 好 那回到我刚刚讲的 借名登记 最麻烦的在哪里 如果是 朋友之间 或是 有报酬的 就是比如说 有很多 房市的投资大户 他可能就是把 名字 一样嘛 他借别人的名字 然后可能有一二十个人 当他的人头户 往往这种情况 都有签契约 而且有给报酬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都会认为说 其实你这个所谓的 借名登记契约 是成立的 因为他是托法 不是违法嘛 所以我们会承认 这个借名登记 类推适用委任关系 有一方要解除委任 那我们就应该回归到 真正的 所谓的跟别人 借名字的人身上 这都看没有问题 打官司就好了 麻烦就麻烦 在亲属之间 刚刚各位看那个老先生 那老先生 借他儿子媳妇的名 来买房子 请问啊 老先生会跟他儿子媳妇说 来来来 我们签个约 为了避免以后 你们不还老爸 不太会嘛 所以当没有借名登记契约 是不是这样就不行了呢 也未必 因为我们就是考虑到这一点 所以将来在司法实务上 我们往往会要求 原告举证 这个举证不见得要书面契约 但是原告一样要举证几件事情 各位记一下 我如果要主张这是借名登记 第一件事情 要跟法院说明 为什么 什么叫为什么 像刚刚这个例子嘛 为什么 因为我贷款不会过啊 那我儿子媳妇比较年轻 他贷款会过啊 所以我只好借名字啊 懂我意思吗 因为登记在自己名下 这是人的天性嘛 我东西喜欢登记我自己名下 我为什么要登记别人名下 你要先跟法官交代 所以 如果今天大儿子主张 二儿子借名登记 那就奇怪了 为什么 大儿子你也是年轻 二儿子也年轻 你为什么要借别人名字 好 这就比较不好解释嘛 第二个 要跟法官说明的是 这个房子 从过户以后 或者甚至在买 贷款 过户 过户以后 所有的事情 通通都是由这个借名人来处理 而不是出名人来处理 好 那这个部分当然要举证啊 比如说 这个当时是 谁去找仲介的 当时谁决定这个房子 甚至要问仲介说 大儿子媳妇有没有出席 有没有出席买房子的过程 有的话 当时他们对话内容是什么 那房屋中介就要出来作证 接下来要作证的是房客 比如说 谁来跟你签约的 那么当时签约的时候 房东有没有跟你解释说 为什么名字跟他不一样 原因在哪里 整个地价税 房屋税是谁缴的 那这两个人 有没有出任何一块钱 在买这个房子的时候 那像刚刚讲的案例嘛 这个汇钱的人可能是大儿子 可是呢 这件事情 在汇钱的过程当中 我们有先转一百九 大儿子再把一百九 转去给银行 好 那这个部分可能 大家就会承认说 钱都是爸爸或家人出的 最后 就是其他家人一起来证明说 哦 这个大儿子要求 我就把房子这样过过去 这样子 其实爸爸当时怎么想的 他来证明 应该就OK了 不过 其实这件事情 我看到的不是这个啦 就是 一般借名登记 大概 我们在诉讼上 主张的就是证人证物等等 没有契约没关系 法官还是会秉公处理 尤其看钱的流向 大儿子大媳妇没有出钱 理论上被判败诉的可能性很高 可是 我们回过头来想 这件事情 好像漏了一块拼图 各位不晓得有没有想过 漏什么拼图 那他大儿子在干嘛 就是 他的媳妇 为什么敢跟公公讲这样的话 他儿子的角色是什么 在这篇报道里面没有提到 乃至于说 为什么只有媳妇那一半 媳妇不愿意过 那儿子呢 儿子愿意过吗 这个报道里面没有提到 所以我们无从得知 可是我只想讲的是 这个房子不是只有房子 未来哈 他可能会涉及到离婚 可能会涉及到监护权 可能会涉及到这个家族里面 很多很多的遗产分配的问题 那这当然是后话 只是说 呃 最后去讲这句话了 为了钱 去伤害家里面的和谐 我个人其实真的认为大可不必 尤其是各位把握一个原则 钱是谁的 这个钱 如果我根本没有功劳 我最想讲遗产吧 各位记得吗 今天爸爸要分遗产给谁 我们当然会心里会去低估说 为什么大哥分多我分少 我知道 这个不公平 大家都会这样想 可是各位千万记得一句话 只要爸爸没有被骗 只要爸爸神智正常 他想给谁就给谁 那都他赚的嘛 有些事情 谁赚的谁处理 谁赚的谁就有 这个资格去分配这些东西 我们这种没有赚钱的人 不用太去思考说 公平不公平 公平不公平 是对出钱的人 不是对拿钱的人 大家永远要记得这件事 好不好 我相信这样争端会少很多 律师业务会少很多 这样比较好啦 好不好 好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赶快回来 开始接我们听众朋友 call in 我们call in电话是 0283693398 0283693398 待会见 欢迎回到 九八秀文台旅秋远时间 我是旅秋远 那么 现在开始我们来接听 听众朋友的电话 我们电话是 0283693398 有任何法律问题 都可以打电话进来 我们先接第一位 陈先生 陈先生你好 律师你好 诶 请说 像那个租约要到期 那我要寄那个纯正信行 给他说 因为他一直没有给我打布 说他到底要不要续约 那我要怎么样什么时间纪 比较不会控制不定期租约 不是啊 你的契约怎么写 当初公正人有写说 又到期不续约 那就好了 那你为什么要发 那你为什么要发 纯正信函给对方 说到期了 我不租给你 我觉得 因为早期好像是这样做 我觉得还是发一下 或者到时候 如果真的上法院的话 那个 那个说服力 他会比较强一点 不会啊 理论上不用啊 本来按照契约 就是这本来就是 就像法律规定 不能杀人 你干嘛来通知对方 你不可以杀人 这样 契约本来就规定好了 我们时间到了 你就要走人啊 而且如果您有去公正 你有没有公正那一条说 时间到了他不搬走 您可以做强制执行 你有没有写这条 这一定要写啊 公正现在公正 不只要写这一条 还要写强制别的东西啊 是嘛 所以您有写的话 我是说如果您有写的话 时间到了他不搬走 直接强制执行 不会有任何不定期租赁 我讲的不定期租赁 一般是这样 没有那么简单 就会成立 因为不定期租赁 对屋主太麻烦了 所以我们法院在认定 这个事没有那么容易 第一个就是 租约到期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没有续约 第三点 租金照付 然后我们照收 那你要构成这个条件 有点难吧 举个例子来讲 6月30号到期 那30号到期之前 不管他有没有搬走 7月1号当天 你就可以赶快 你就去找他啦 他钥匙没交还 什么都没做 甚至6月28号 29号都没有反应 你7月1号当天 就是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啊 你哪有机会送他租金 那那个 欠租金贷券也是五年 什么贷券五年 就是他有欠我钱 哦对 那个叫就是 如果是租金的话 那叫做定期给付 那定期给付的报酬 租金 那这个部分就是 五年的请求权失效 那那个灾务人 现在人在国外工作的话 也是可以打货 只是他有中华民国负责 那不是重点 我请教你 为什么他在国外工作 还跟你租房子 不是 他是欠我租金完 现在跑到国外去工作 对 但是他现在还有在用你的房子吗 没有了 没有 对 可是他欠我钱 他只有租 但是他没有进去住 他已经被我公正 不是 他已经被我 他有跟我租有住 他被我用公正做 因为强 然后强制执行 他已经先搬走 OK 好啊 那就没问题 留了那个租金 哦 就是欠了十几万的租金 可以啊 那我现在就是因为 我知道那时候疫情的关系 我让他又拖了半年 嗯 然后他现在又跑到国外去工作 嗯 那我现在我觉得 那个已经也 对他已经 也算 我也算 应该说我也有点佛心给他一年 那我现在想要准备要执行这个债权 执行这个债权 那你当时公正契约怎么约定 你没有写到这一条 所以我新的书也有写到这一条 你跟他没有写到这一条是不是 就主要是写强制执行而已啊 只有写搬走的强制执行 对对对对 好 我跟你说 那你这样可能就要诉讼 因为他如果搬到国外去 你也没办法寄支付命令啊 一般可以寄支付命令 他有户籍啊 对啊 他人不在啊 他人不在 假设那个户籍 有没有被牵走都不知道 搞不好他搬去 被家人牵去户政事务所 或者被处籍 你也不知道啊 如果他已经去国外一阵子 那现在比较麻烦的问题应该是说 如果他家人不收支付命令 支付命令要收了才行啊 如果他不收呢 你没有合法送答的话 你支付命令只是浪费时间而已啊 所以我会建议您啊 就是说 如果可以的话就 直接就是提告 那当然提告你一样会拖 那为什么会拖 原因是 如果送答以后 他没有来 那法官 如果查询他的路出境记录 发现他已经出境了 可能就要拖一点时间 用公事送答的方式来处理 大概麻烦在这里啦 因为我们要保障人民的诉讼权嘛 不可以随便就说 你不来那就 那就不理你了 所以一般来说 我们会处理的方式就是 会做所谓的公事送答 那国外公事送答时间比较长 大概是这样 那这样如果拖到超过五年的话 不会啊那以你请求的时间为准啊 比如说你今天告 那就是以今天开始 他不会是判决结束 好这样讲好了 比如说他现在是欠你两年的租金好了 已经两年了 求你可以跟他要 已经是第三年了 那你现在提告 就是要这前三年 纵然你诉讼打三年 已经到了第六年 纵然这不可能啦 你这个案子很快啦 可是纵然 我现在讲最糟的 到了已经超过五年了 那一样啊 我们以提告的时间为准啊 又不是以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审理时间为准 那个就有点像什么 我们不是有什么车祸过失伤害 告诉期间是六个月吗 好 那告诉乃论就是六个月嘛 那我提告 我六个月提告 六个月内提告 检察官不一定六个月内侦查得完啊 法院也不一定六个月内能判刑啊 难道你最后面就说 哎法官啊 我觉得你不能判我行 为什么 因为你审判已经超过六个月了 不可能嘛 他是以告的时间为准 那我 不是那个为准 那我想要代理我 因为在权人是我妈妈 我可以代理她吗 呃 在权人是你妈妈 可以啊 你就要请你妈妈写一个授权书给你 你当她的代理人 这样 然后去帮她打送倩那些 对 就是全部都 这是开官是吗 就是你当她的代理人 然后开庭的时候啊 法官就会问你说 你跟这个人什么关系 因为原则上只有律师可以代理 例外的情况是说 你有法律系的学位 然后你跟这家公司是 员工跟老板的关系 或者是 你是妈妈的儿子 女儿的爸爸 这样 所以你必须要提供这个 细观 对对对 你要提供户籍谈本 因为我们也怕司法黄牛啦 就是你没有律师执照 你不应该开庭吗 啊所以就会有这个问题 这样 哦 那我 那我 那我大概就这样 好谢谢你 好不客气 OK 呃刚刚讲的这个问题呢 事实上来说 涉及到几个重点 第一个是 逐约公正 那我之前这个部分 一直提醒听众朋友 你有两个东西 很重要 一定要公正的 第一个就是说 逐约到期他不走 那你可以强制执行 否则你要提告 我说过提告这个 虽然刚刚那位先生讲说 会被打五年啊 不会啦 一般这种诉讼 大概半年上下 以内会打完啦 可是就算是三个月 我们可能在诉讼没确定之前 也是三个月嘛 那这三个月的租金 除非我们租约里面有写违约金 否则很难要 对不对 更何况这种人 可能他根本没钱了 那你告赢了 你要做强制执行也很困难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 可能我们如果在公正里面 要连租金都一起公正 就是如果他不付的话 那我们也可以要求 对于租金 违约金 或相当于租金的不当得利 这几块去提出所谓的 租约上面的一些认定 做公正 大概是整个情况是这样啦 那其他的部分 大概我刚跟这位先生 在沟通的时候 我想听我朋友 应该都有听到了 大概我们要遵循的程序 跟相当的概念 大概是这样 好那么时间的关系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广告回来 我们继续来接听 听众朋友的call in 我们电话是 0283693398 大会见 欢迎回到 酒吧新闻台 吕秋远时间 我是吕秋远 我们现在继续接听call in 我们电话 0283693398 我们邀请第一位 吕小姐 吕小姐你好 吕丽丽丝好 你好 你好 我是在一个社区里面 的管委会里面 帮忙处理大楼的事情 等于说当义工这样 因为这边是 自聘的管理员 然后有一个住户 都不交钱 那他不交钱 他讲的话是说 因为我们这边 地下室有停车场 那是属于私人产权 光会没有产权 那也不是 某一些人有而已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停 也不是所有人 都有产权 那个人 他也没有产权 是他的一个亲戚 给他停 那可能是住户 一个住户临时停车 好像跟他 有一点点 不太方便 不太高兴 管理员处理的 没有很好 那他就生气了 然后就 大概中间讲话 不是很愉快 他就一直要逼我们 光会把那个人赶走 为什么要赶走 他就是这样 不交钱 四五个月 不交钱 一直 不交钱你要告他 就是说 因为你们的管理章程 除非有不交钱 比如那个是停车位 对不对 他连住家这边也不交 他告他 他一直 就东扯西扯 我跟您说 你管他东扯西扯 我跟您说 那个人还愿意说 好像给光会就说 好 大家协调 那等于帮他付一点钱 然后他也不愿意 东扯西扯一直逼着说 不要 我们就告他 告完以后 告完以后 他如果还不付 我们还可以给他强制执行 对不对 那是到七公所去协调 还是直接到法院去 您可以直接到法院去 比较快 比较快 看您 他没有 他等于说 等于说那个是无理的 当然 他因为 这个人愿不愿意 大家 他那个人也不是属于 管我会聘的 他只是59个车位的产权人 并请他来帮忙 看着车库的门 然后看着车子 所以 他那个人也不是属于 管我会支付他钱 他就逼着说 这个跟管我会有关系 怎么整体大楼的事情 怎么怎么样 就一直逼管我会的人 要把那个人赶走这样子 没有付钱 当然 没有付钱 能不能赶走 这件事情还有带上去 因为事实上来说 要看你们当时签的契约怎么签 我先这样讲 但是重点还在于说 因为我们没有缴约 就是管我们会 住户归约 对 但没有缴钱 确实我们也应该要求他付 就是要求他应该要付钱 有啊 一直跟他沟通协调 四五个月不交啊 那就叫他管我交 告他咯 告他咯 告他了 邀请下一位 何小姐 何小姐你好 喂 柳律师你好 不好意思 我有个问题 就是我跟妈妈有合买一间房子 嗯 然后呢 每个月 因为现在是租人 然后每个月的租金 我都会 呃 在月初 就呃 收到租金之后 我会领一半的钱出来给妈妈 嗯 那因为妈妈现在年纪已经大了 嗯 然后呢 前几天我有去邮局 就是帮妈妈办了一张 她的提款卡 那我 我现在是想说 我是不是 租金进来之后 我就把一半的租金 转到妈妈的账户 然后再用她的提款卡 把一半的租金领出来给妈妈 可以哦 可是因为我有弟弟跟妹妹 那因为妈妈年纪大 我只想说 我为了要证明说 这间房子是妈妈跟我 呃 就是一人一半 只不过我是借名登记 那我想请问李律师说 我需不需要 再写什么样的证明 就是原则上弟弟妹妹 因为我问过妈妈 她说弟弟妹妹已经知道 那间房子是我们一人一人 怎么办 我不相信这种东西 OK好 那我现在要请问您说 怎么办 您这个请妈妈 能够跟您去公证的那边做公证 好 所谓公证的那边做公证 就是说 起码你确定一下说 今天我们有一个借名登记的契约 然后这边的话 就是以后 我们可能就是按照这个 借名登记的契约来处理 我的建议会是这样 我不太相信什么都没有 因为这往往都是吵架的开始 对 大概是这样 所以我就是去公证人 民间公证人那边 就是还是请妈妈 我们去写清楚会比较好 当然 你这个绝对不能够说 哎呀 反正大家都自己人 通常我们自己人打官司才心痛 OK好 那我知道 辛苦了 谢谢您 谢谢 拜拜 好的 这个跟各位讲 真的 像刚刚那一类型的东西 不管是财务 不管是不动产 我们通常有出钱 如果真的真的觉得怎么样 不要说其他人都知道 趁着爸妈还在 能够做主的时候 大家把事情讲清楚 因为往往所有的争端 所有的问题 都来自于这些部分 那这个就提供给听众朋友 做参考 开去公证 要去做公证哦 OK 那么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今天 跟各位听众朋友 说明到这里了 我是旅修员 我们下周见 拜拜